在一所名叫文化的国小,他们有着最优秀的学生 教室里一年一班正在上第一堂课 班到课本第六页,我们来练习一下自我介绍 这学期最棒的一年级学生,小悠悠马上站了起来 我叫小悠悠,今年七岁,喜欢观察大自然 老师很满意她的自我介绍 放学时,小悠悠跟爸爸在路上聊着天 我们学校什么都很好 美中不足的是地板及墙壁上有很多的成交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何解决呢? 小悠悠听了之后,马上陷入了沉思 她发誓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 学校里 哎,这厕所地板的残交也太难清了吧 你想个办法才行 不然这是要我累死吗? 听姐公阿伯,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如果您能想先办法帮我,那就太好了 老师听了后,若有所思地想了想,便离开了 老师,你忘记冲水了! 半夜的时候,小悠悠 小悠悠左思又想 终于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梦 梦到文化国小变成了文化女神 哎,最近我的脸上越来越脏了 能不能请你来帮帮我? 昨天,爸爸又带着小悠悠来上学 爸爸,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们学校,变成了文化女神 文化女神还对我说话 她说了些什么? 她说,最近她的脸越来越脏了 能不能让我帮帮她? 那你要抓紧时间解决问题了 老师开始上课了 各位同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学校越来越脏了呢? 有! 那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一种清洁剂好不好? OK! 我查到了! Good job! Let's do this! 要记得带橘皮、酒精和保鲜盒哦 冬天,上何课? 都带该用的东西了吗? 带了! 先把橘皮剪成小块,放进保鲜盒里 再把酒精倒进去,等待七天 橘皮拿出来后,把清洁剂倒到鸭瓶里 再加一些椰子油发泡剂和纯水 就大功告成了 今天我们的清洁剂已经泡好了 快去拿出来吧! 哇!好香啊! 啊!来试试清洁效果吧! 橘皮清洁剂把残焦清除了 而且香味肆意 老师把橘皮清洁剂拿给了清洁光啊呗 救救!终于有一种清洁剂可以拯救厕所! 从此,文化国小变得更漂亮了 文化女神开心的笑了 哈哈哈哈